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把我们或者我的弟子朋友成为神医 而是让大家人人都成为神医 我们说这样的话不是口说无听乱说的 一定要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就这个医生治了二十年之保的病 你一出手就给他治好了 这是大业 我就举位刘先生的故事 他是得了一种叫不骨头快 基本上在西医的话 除了打各种各样的药 再就是一定要做手术 而且是反复地做手术 最后一定坐在轮椅上安度万年 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一个大礼堂里头举行一个一天的工作室 结果他来了之后问 他是双侧骨头坏子 他的症状就是不能下蹲 每天都痛 白天晚上能痛 就是他下蹲 还不能到马步 就蹲到这就再下去了 当时他问我能不能拉筋 所以我坦白地告诉他 我说我们还没有治过这样的病 他说第一个 我说但是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他没有什么副作品 但是他在那个地方拉了不到十分钟 因为那天很多 我就在那视察 结果大家就叫我过来说 小老师 这出现奇迹了 这个人病已经好了 当时我也跟大家一样感到非常奇怪 我就问他 你说你的病好了的标准是什么 他说非常清晰 我现在说他可以下蹲 非常简单 以前根本不看 他说那我当时就把那个话筒给他 我说那我当时就把那个话筒给他 你赶紧上这个舞台来 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故事 我说他能说 好 您这里有一个环境 我说那些舞台 跟他非常相似的 他在这么高一个台上 但是他拿着这个话筒 他就上来了 那这下他自己非常奇怪,就更加兴奋,因为他来的时候,上这个大巴,他的同伴跟他一起上这个大巴,比最矮的台阶,他要上台阶,他要怎么上呢? 只能这样上台阶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太兴奋了,全场就是给雷明般的掌声 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结果他才刚刚开始, 其实我们以为这个故事的故事,但这故事就开始了 这哥们回到辽宁,就从我们买了十台这样的拉筋套 然后他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上次搁了一块牌,写到拉筋管就开练了 最初他的目标很简单,就主要治腰椎盘突出啊,还有腰痛和腿痛,这一类的痛症的病 但是没想到,一不留神,治好了大量的高血量,糖尿病,失眠,这样的病 这也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看上去的,尤其是老人家,都只是腿痛和腰痛症 事实上这个人,半生了他的痛症,都是他的内部的脏症,都有很严重的疾病 所以说,三个月后,因为他的治療特别好 我说,你把你的治療到我们天下来做一个给大家的分享 所以他就来分享 然后,三个月后,我们就来帮助他,尤其是我的朋友 他自己本身也是留学美国的一个医学博士 我问他,我说,你看这个人已经知道了 这么多糖尿病 而且他知道了糖尿病,因为他不是医生 每个糖尿病的患者自己要到一个医院去检查 有的检查完了还不敢相信 再换一个专门的糖尿病医院去检查 的确血糖正常了,才敢肯定 我问他,我问他,我认为你学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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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又是硕士又是博士 你治好过一个糖尿病吗? 他说,一个都没有 因为这个医生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医院 我问他,我问他,你知道这个刘先生 你知道他的职业是败习习习习习习习 他是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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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因為普通的醫療沒有影響 為什麼要講一下這個市長的故事 有一個第一級市的市長 也是不小了 他是現任的市長 我們辦第一期田園的時候 他帶著他的太太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田園 我們有一個市長的市長 我們有一個市長的市長 我說女子 當官不好當 你跑來跟我們一起玩 我問他為什麼要找到我們 他問他為什麼要找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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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他有三個病毒 在一輩子中也吃好 一個是高血液 一個是皮膚病毒 還有一個是醫生的 一輩子就流眼淚 幾十年沒吃好 看了你的書 這一招 全吃好了 他問他 我有三個病毒 一個是皮膚病毒 好嗎